Hello everybody,我是xia 我相信全马的链在链里 都应该有吃过干凤和麻凤吧 可是最近有很多卖鱼的乡民们 告诉我 那些来买鱼的城市的朋友们 不懂得怎么分辨干凤和麻凤 那我来跟你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有位城市的朋友 本来是要买干凤回家的 可是他不懂得怎么分辨干凤和麻凤 就直接拿起干凤,直接买回家啦 结果咧 在一个星期后 那位城市的朋友 就跑回来跟他推货 让很多卖鱼的那些乡民们 感到非常无奈而烦恼 嗯,我们干凤这里叫干凤和麻凤 听说城市的人应该叫巴度和麻凤 呃,应该是这样吧 我是听那些卖鱼的人这么说的啦 如果我有说错的地方 城市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就证我一下 那我们废话就不多说了啦 我现在就拿干凤和麻凤出来 干凤和麻凤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OK,现在我拿着的是干凤和麻凤 你们看得出差别吗 还是看不出差别咧 不用紧 因为你之前也是跟我一样 看不出是有什么差别的 这样我现在教你一个秘诀 麻凤和干凤可以用挖鱼和炸弹 来跟干凤和麻凤做分辨 哎呦,出血了哦 应该你们不介意把它出血了 你看干凤和麻凤的嘴巴 麻凤的嘴巴是不是有点尖的 你们看嘴巴是不是有点尖的 麻凤的嘴巴咧 就像Rocket一样 嘴巴尖尖的 然后干凤的嘴巴咧 它嘴巴是圆圆的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它的嘴巴是圆圆的 是不是很像炸弹的头一样 干凤的嘴巴圆圆的 然后头比较突出来的就对了 嗯 嗯 大家应该知道 怎么样分辨干凤干嘛凤的吧 ok 影片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嗯 我的分享还ok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在我的下方 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记得哦 在我的订阅的旁边 按铃铛 可以在第一个时间 看到我的影片的分享 哦哦哦哦 大家 我们下次见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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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